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一整天就有同一种亮度也不行 这样会分不清白天夜晚 人的心里容易对时空产生错乱 此时建议可以安装两种不同颜色的灯 白天开明亮灯光 晚上则开较温暖的黄光即可 如果是在一个不同风又没有窗子的一个房间 那现在它是一个封闭式的空间 第一个它自觉的颜色会受到阻碍 它会觉得非常的区别 它会非常的跃离阻碍 若居住在这样的密闭空间 建议灯光一定要明亮 若没有窗户可在墙面上制作假窗户的装饰 或是贴风景照延伸视觉感 互通风的地方也建议加装空气清晶机 或是除湿机等改善空气品质 这个环境一定要打扫干净 摆设以简单整齐为主 建议可以加强隔音设备 或是在睡觉时戴耳塞 以避免被噪音污染 加压是每个人休息放松的地方 如果住得不舒服 影响可是很大的 建议趁着过年前来 大家检视一下改善居住环境 提高生活品质吧 洞新闻台北报导